欢迎收听陛下关 今天是陛下关的第19期 大家好,我是野鞭 大家好,我是古村 大家好,我是曲霞 陛下关是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每周四播出 我们的网址是b下关.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陛下关是IPN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 关于播客客户端的推荐 请访问ipn.li-faq 未来的几期 我们想构思一个小型的一个系列节目 目前而言 我觉得这个系列可以被称为龙星之地 这个有点 PC的 有点庸俗 其中的深意 我本来想解释一下 但是又觉得好像 会比较复杂 可能大家先自己试图领会一下 比较好一点 对,让听众自个儿体会 对,我觉得是 我觉得咱们不要把谜底接出来 但咱们可以把表象讲得很清楚 这个龙星之地应该是包括三个地方吧 对,我们可能要 今天要讲一下河北省石家庄市下面的一个县 叫正定线 然后接着呢 我们可能会讲福州市 按照时间 按照时间顺序是吧 这个是 对,这应该是按时间顺序 是吗 你确定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按时间顺序应该是先福州 怎么会先福州 先正定 先福州再杭州 对,正定 正定福州 然后杭州这样 对 那其实这 不是,但最后 但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要加一个 最后还要加一个上海 不,咱们先规划 暂且说是三次好吧 三个地方吧 然后我觉得从最表象的一层意义上讲 这个龙星之地 至少可以讲到龙星寺 对吧 龙星寺是 可能是正定县里面 最最有名 或者最最重要的古迹了 是不是可以先讲一讲龙星寺本身 这个寺民 因为其实挺有意思 我注意到 就当时我去正定的时候 正定几个比较重要的寺院 一个龙星寺 一个开元寺 还有一个天宁寺 这个是就是在 几个不同时代 都是皇家赤剑的重要的寺院 而且是 在全国各州县都有 对吧 因为我们在各处都知道 有有很重要的龙星寺 对应该开元寺 对那最对 最早应该是开元寺了 开元寺因为跟这个 开元寺的年号 这个写着唐代开元 开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时期的唐代 所以那时候就说 全国各地 我觉得 很多开元寺 古村我觉得你说错了 龙星寺应该是第一个 是更早的 没有龙星寺 龙星寺是宋代界 龙星寺是 唐中宗时期的 世界的寺院 其实是中星寺 不不不 好像不是吧 我比较确定是这样 我不是 就是他是 那个中宗的年号神龙 神龙 神龙年 他他那个 就是五周结束以后 他就是大唐又恢复了 所以叫中星 大唐中星 然后这个在全国 世界的寺院 龙星寺 你这边想 对 全国龙星寺很多 比方像你们山西的 新将就有龙星寺 最著名的应该是 青州的龙星寺 青州 对 青州龙星寺 好像衍州也有 很多 非常多 对 对 因为我印象中 为什么龙星寺 这个讲是宋代 因为他正顶 龙星寺的 咱们现在看见的 寺是宋代界的 但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龙藏寺碑是随代的 对啊 所以我 这正是我想说的 因为龙藏寺碑是随代的 肯定就是说 他这个寺随代就有了 对 然后在了唐代 再改名为龙星寺 可能我觉得这个 更靠谱一些 是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 在讲这个龙星寺 我觉得那页边 咱们先要把正定 我觉得有些历史 要给大家 等于是 其实正定的历史更长 因为那个 当然现在因为叫这个正定 这个正正方方 正定 这个历史上 并不是叫这个名字 对吧 因为前两天 这个网上有人在炒作 这个 讲这个什么改名的问题 不就是说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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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天下 无灰洲 什么的 就讲到正定的问题 正定以前叫 叫 常州 常山 常山 常山赵子楼 常山赵子楼 对 这是一个 而且这个 在唐代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那个 那个严真卿 严稿卿 是不是也在这 对 唐代叫真定 是那个真假的真 对 我就说那个大书法家 那个严真卿 那个还有那严稿卿 什么 就守那个 严稿卿就是守真定 对吧 是是吧 守真定完了 后来什么 然后什么 成功了以后 对 好像是 也是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是相当有历史的 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 很繁荣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 他处在交通要道上 第二个 他还是这个 华北地区啊 上五台山的 一个必经之路 当时去五台山 朝台 都是从真定走的 就是如果你从东边 这这河北 这么华北平原 这么走的话 都要从真定走 从真定 然后到复平 然后复平那边 再进那个 进山 到那个五台山 对 所以真定 这个话叫长山 我不知道 我在考证 比较唐代以前 叫什么 反正那个地方是这个 就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地方 原来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后来就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后来直接就变成一个线 对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是保留了这么多 这个重要的古迹 是吧 对 对 对 这是 这是非常amazing的 是这样这个 在整个华北平原来说 像镇定这样的古城 还真是这个 能保存下来 还不容易 这个 国宝单位有 有多少 真是简直太多了 对 对 很多 但是很动的就是 它这个城吧 是在94年才被列入这个 国家的这个历史文化名城 对 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事 因为它不像太原嘛 太原虽然有历史 所以列的比较晚 因为它太原城破坏的比较厉害 但镇定这个又有历史 又保存了那么多古迹 然后94年 可能都到第三第四批了吧 是不是这意思 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 可能不是按照古迹的多少吧 还是说它的历史本身的这个积淀的这个 但你知道吗 太原是太原是刚被列入历史国家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种国家评选 有可能有各种各种不为人道的东西 谁知道 对 但是就说 但是就回到就是咱们讲到这个 也在给这个听众补充一点 就是咱们上两期讲过那个太行八行 里面讲到这个景形的问题 其实镇定就是在景形的这个口上 对 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石家庄这个概念的 那时候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这个城市就应该是镇定 完了镇定只要把在这个景形的口上 所以为什么就说会有石家庄 就说当初修这个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正太铁路 就镇定到太原的铁路 那么镇定到太原铁路修的时候呢 镇定的是在乎托河的北岸 那么如果那样的话呢 就是说铁路还要修过乎托河才能到镇定 觉得有点麻烦 那时候修桥不是很容易 所以后来呢就把火车站呢 就是修在了乎托河的南岸 就现在石家庄的这个位置 就由此呢 石家庄就变成了一个慢慢慢慢就兴盛起来 而镇定的慢慢就就衰落下来 其实但是老的时候讲什么石太铁路 其实就正太铁路 就镇定到太原的铁路 后来变成石太铁路 就是石家庄 以前是叫正太铁路 对叫正太铁路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地方 因为它是也是因为战略位置很重要 是恶烟喉的一个地方南北东西 对吧近山西的一个要道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我们再历数一下 就是这个镇定县城里面 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寺院 对比如开元寺 刚才股村你提到的 也是这是玄宗朝这个赤剑 与全国各州县都有的 这个这么一个寺院 对对对 完了那个当然那个大元寺估计 镇定可能没有 也是那时候 五多天的 一直堂来到处都有的一个寺院 开元寺像在那个定州 是吧 还有一座 对对对 那你应该讲 天宁寺有什么点 天宁寺是正和 就是徽宗朝那个的赤剑 也是全国 就是天宁寺更多了 北京天宁寺塔 是吧 扬州天宁寺 你说就是宋代的了 对就是徽宗赤剑的 好像是说是因为谁 是因为哪个哪个他的他的一个重臣上上表 说要那个什么好像跟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吧 跟什么天相有关还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那个倡议他赤剑这个天宁寺 然后他就他就同意了就下这么一道诏书 对 不这个这个镇定 反正我觉得跟佛教有非常深厚的 是是是 除了这个刚才讲的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临济宗的这个发源地 对对对 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 对 一个通常 临济宗 临济一玄是这个就禅宗的这么一位 禅宗的这个北方的一大派 五大门派里面的一个是吧 五家七宗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很奇怪了 因为当时五家七宗 基本上全是在南方 主要在江西而且 然后他是这个黄渤禅室的弟子 就是临济一玄 黄渤宗的那个黄渤西运 他们都在江西 其实那年我还就专门就把这个 江西的这些禅宗的祖天全跑了一遍 然后他是他唯一就一个 他从黄渤那都学乏了以后 他就就跑到河北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的这个四月临济寺 就现在就在也在正定县城里面 对北方从唐末开始一直到这个宋 一直到京吧 这个灵济这个灵济禅在北方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个北方的禅寺 我估计绝大部分都是这个灵济宗的 所以这个镇定的这个灵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塔 一个很小的一个庙 可能在这个唐代宋代可能是了不得 这个灵济宗其实在 因为因为禅宗在唐宋以后就衰落了嘛 然后到吃到明清时候又重新复兴 但是复兴之后的禅宗 就基本上只剩下灵济宗了 对然后简单说一下灵济宗的这个特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禅宗有很多流派 但是其实也不甚了了 他们具体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灵济最著名的就是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知道 可能知道一件事就可以了 就是当头棒喝 就是来自于灵济宗 这是他的禅风吧 就是说那个 那就是是不是就想着顿悟的 就是你不是他们其实都是顿悟了 禅宗都是顿悟 只不过就是他的风格吧 比如说有的风格是就是说一些怪话 有的风格就是说那个也不理你 就是叫有的叫墨赵禅嘛 比如曹洞宗就是就是所谓的墨赵禅 就比较说的比较少一点 他们他就是你一说话就打你棒子 就是你问一什么问题 什么如何是祖师希莱伊啊 或者什么什么如何是佛法 反正就是问各种听起来很不靠谱的问题 然后他就拿棒子就是当头棒喝 就是就是林济宗的风格 其实那个林济宗是后来就是禅宗东传到日本 然后林济宗也是在日本最最最繁荣的 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禅宗流派 但实际上其实禅宗在日本其实不叫禅宗 他就有两只传过去 一个是林济宗 一个是曹洞宗 所以在日本他其实没有禅宗这个叫法 他就叫林济宗和曹洞宗 林济和曹洞 对所以是所以这个镇定这个林济宗 对他们来说 对日本的这个禅宗的这个这个信徒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对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讲到佛教 这个在这个镇定里面 除了这咱们讲的还有那个就那个 广惠寺的花塔 对广惠寺的花塔 对对对 原来讲到这个就是好像我听那个就是查尔西资教说 那原来这个镇定城里有八大寺 哦 当然这八大寺现在对现在可能存下来的当然肯定是寥寥无几 这个咱们刚才讲的这 当然这八大寺要看是什么年代风的这八大寺 有些寺还有些遗迹可承 有些寺没有遗迹可承 但我觉得就说 呃 其实镇定对于这个佛教徒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是林济宗的祖庭什么 对于这个热爱古剑的发销友来说 这个镇定也是一座也是一座圣城 对 其实其实刚才你看那个除了寺院以外 这个文庙 对吧 文庙也是就是中国这个 我就想讲这个 对各个城市 其实讲的文庙就说 那我那个问问叶边 那个你知道现在中国现存 咱们当然知道四座唐购什么八座辽购 五代建筑有几座 你数得出来吗 呃 我只知道这个山西的那个 我们去过的那个大云大云院 五代的 是吧 平顺大云院 呃 平昭的郑国寺五代 对对对 平昭郑国寺 但镇定的这个县文庙是那个大城殿是 是是是五代的 是两次 而且而且他应该是现存最早的 年代最早的文庙 对吧 对 但是就是这里头有一个说法 就因为他这个可能是后改的文庙 就是说原来他这个庙在建立的时候 有可能不是文庙 对应该是佛寺 后来才才才建文庙 所以因为文庙 它是到了 那个我记得好像梁思琛 那么考证好像是文庙 是在明初的时候改成文庙的 哦 嗯 对对 这这其实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这里面讲到这个 哎呀 拉拉扎扎讲了很多啊 这个一个就讲到这个 其实我关注一个佛教跟政治的关系 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咱们大家知道这个佛教在历史上有三五一宗的这个灭法的这个事 其中一个唐五宗灭法 唐五宗灭法的时候在全国灭法唯独河北山三镇 包括镇定 镇定的叫陈德军 他就不灭法 他就伪抗这个中央的这个这个统一行动 所以好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些大师或者什么的就都躲了镇定 这也使得镇定为什么那时候后来佛教非常兴盛 就河北地区的佛教很兴盛的一个原因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这个影响对于这个研究佛教历史来说是 其实可以很多的来探讨 这是一个 我觉得古村讲的也太 这个补充的特别好 不光是对佛教历史吧 我觉得对佛教艺术来说 因为这个免遭了这个末法的这个破坏嘛 所以镇定地区 就是河北这北山政治地区留下了好多这个比较 authentic的这个唐朝的一些艺术 而且我现在估计吧这些艺术后来给契丹人 北方契丹人这个这个继承了不少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辽代的艺术有唐峰 可能就是从镇定这一块 这个这个北边三镇这个过去的 而在南边因为经过了五三五灭法 五宗灭法以后 很多东西可能就有些这个discontinue了 就有这种感觉 那河北三镇都哪三镇呢 河北三镇就是范阳军 博野军 魏伯军 魏伯军跟程德军 魏伯好像是也是在河北在大明那边 对对对对 就靠山东了应该靠山东了那边 对对靠山东对对靠山东大明那边 反正所以说那个有时候割据政权 有割据政权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好处 优势在里面 就好处 不听那个什么的 完了我就说这个扯了一点 就是到了朱元璋 朱元璋自己是和尚 朱元璋上台以后 对这个天下的佛寺 好像进行了一个大大力的一个整顿 好像把什么分啊什么弄弄弄归彩车 并什么烂七八糟弄了好多 我跟那个成那个就是那个 宪文庙可能就那时候 把它由佛寺变成了这个孔庙 这个是有具体的根据吗 其实还是只是推测从从什么从这个这个梁 从限制呀文献上 好像是查 好像是查出来的 这个是悲艾 这是梁思成当年考察的时候 他分析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他查出来的 而且这个不仅是结合这个 因为山西有这种情况 这个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其实也也涉及到对这个佛教艺术 对佛教的这个影响 也有一定的深远意义在里面 刚才说完了这个这些古建筑 其实在镇定的那个国宝单位里面 除了这个这几个以外 还其实有一个挺著名的 一个一大一大块一块巨型的堂碑 也是全国重点文宝单位 那碑的名字挺有点长 叫什么来着 大唐什么清和清还是清和 就那碑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现在 对他那个碑是成德军的最后一任节度史 叫安重荣 他的那个寄宫碑 对对对是一块什么清和郡王吧 好像是清和郡王 清和郡王寄宫 寄宫对寄宫 他那个龟夫就有说是有一百零几吨 相当大的一个东西 对挺有意思 那块碑挺有意思 因为这个人估计事发了以后 这个坏了事以后 这个没得好下场 完了那个碑整个都给砸掉了 埋在地下 现在给挖起来 相当可观的一块大碑 就有些这个 大家刚才讲到那个人叫安重荣 还给大家一些什么启示啊 安史之乱是吧 不是 他是个胡人 对啊 就是就是他安嘛 是吧 安国人 安路山里安 安信安国人 对 说是说是说是这个吧 也挺有意思的 说有人认为啊 就说这个三五灭法的时候 就唐武宗灭法的时候啊 也涉及到好多这个就是这个少就是那时候的这个苏特人啊什么这些人的这个宗教比方显教什么的 而这些人呢也都为了这个或者为了宗教信仰会有什么原因吧 后来也都跑到了河北三镇就在那边聚集说那个时候就正定城里面不仅有佛教很兴盛 还包括有什么这个仙教的庙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挺有 所以有好多苏特人 所以在这个安重隆的这个激功碑说那个发现了这个就他那个县客呀都有那些就是那种盘腿坐在那儿啊 完了就那种有点像那个苏特人那种这种官床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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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燕影啊什么这种这种图像 那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火坛之类的这种 那不那当然已经汉化的就是好多代了我估计就还带着还留就是还能看些看出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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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迹来 就是说其实这个因为讲到这个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印象 其实像安史之外安禄山跟史思明有点绕口安禄山跟史思明的他们都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 安国人跟史国人某种对啊都是招呼九姓的嘛 这些人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都是乱滑的胡人 哎对你说起这个这个杯其实刚才那个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龙藏寺碑 也是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个一块一块一块名碑啊 就是在在龙兴寺里面对那那块杯现在还能看到就是书法史上也是是吧应该是一个转折时期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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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的代表性的作品随带的 对对是 这块杯现在是现在是踏不了了现在应该都给封得很很严实的可能原来原来我记得在民国时候这个龙藏寺碑 因为是这样龙藏寺碑很有意思好像是在宋代的时候出土的 哦宋代 从这个龙藏寺对宋代出土然后后来就给欧阳修注录了嘛所以特别有名气 当时我记得在民国时候好像看一些古董商人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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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一块龙藏寺碑的踏片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对我觉得就是讲到镇定我们还得别忘了一句这个名艳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镇定的福色这个赵州的桥 还有仓州的狮子印州的塔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定州的塔 定州的塔就是开源寺料理塔都在太行山西边对对对对 都在太行山东边对都在河北 对仓州的狮子离这个稍微有点远其他这几处其实挺近的赵县赵州桥什么的这个都很近 对啊而且我觉得amazing的是这个这四大奇迹吧神迹吧 这个一直都全部保存到了今天而且当年梁思成他们考察的时候对这句名艳还是挺挺重视的 这个每个应该都去看过 这应该都是宋代的东西 正定的菩萨赵州桥不是 赵州桥是隋代的 赵州桥不是 对啊对啊 定州塔也是宋代的 对对 对这还是这个中国算是现成最高的这个塔 是吗 used to be 对 是最高的塔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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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啊 在冯城的那个冯阳的那个 冯阳那个文峰塔 这个有但是大家一般还认为料地塔应该是最高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以正定周边的这几处地方就刚才提到的像定州啊 然后那个赵县他们其实都很近嘛 所以如果说如果仿古的话不妨考虑把这三个地方一起可以看一看 就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们都很丰富 其实定州也有很多种除了除了开源寺料地塔以外是吧 还有那个对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贡院啊 吧定州贡院 对啊 对定州贡院 嗯 他还有他出土的那个那些可能看不了了 就是那个静重寺的那个地宫里出土的那些 那些那个 那在当地可能看不了 定谣的那些 那都在审博去了 对对对 那可能看不了 在审博里 然后赵州 赵县呢 有除了赵州桥 还有另外还有一座唐代的那个 小石桥 对对 小石桥 然后还有那个赵县的陀罗尼金床 陀罗尼金床 非常精美 还有百零四 还有百零四 百零四就在 百零四其实就是个塔 不再插播一句 插播一句那个佛教知识 就是刚才不是说灵济宗吗 这个这个这个 百零四也是一个禅宗的大师的这个这个这个道场 也很有名了 就是就是就是赵州从忍禅师 这个这个也有一句禅宗里面的一句切口叫 叫云门胡饼赵州茶 就是说云门是指这个云门文眼禅师啊 稍微说远点 就是说这个云门这个这个禅师呢 就是风格就是你问他什么 他就是说 他就塞给你一个烧饼 就当时的烧饼叫胡饼 就是他的风格就是你是问什么 他就给你一个烧饼 然后那个赵州禅师呢 就百零四这位大师呢 叫赵州从忍 他你问什么 他就喝茶去 所以这个切口就 云门胡饼赵州茶 对 所以百零四也是非常有 那个 哎 叶边我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当然题外话了 就是那个北京那个万松行秀是哪个松 就是万松老人塔的那个万松秀 他是元代是吧 元代 他是京代 京末 京末 京末元初 对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因为他是比较晚了 就他已经过了禅宗 对这个比较繁琐的那个时期了 已经高峰了 对 他们就都摔了 他们那个整个宗脉都断掉 全部断掉 所以很难说他们是哪个宗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 也是一个挺政治和尚的 因为他实际上是 只会在这个当权的人那边 左右逢源 我觉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他在山西还收了一些弟子 然后还回到了宏铜广胜寺附近 所以我想看看广胜寺那对他 就说是哪个宗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是我想问 他应该也是 应该北方都应该 是不是你说北方基本上都应该是林济宗 不是那时候后来就是明清以后 又重新又复兴了 但是中间这个其实 就是元代的时候 禅宗好像都已经 就完全衰落了 因为没有什么 就法卖全部断掉了 所以可能我没有 我不敢就是断定 但是那时候应该没有太强的 这种宗派的观念了 就是宋以后 其实这些禅宗的这些流派都已经衰落得很厉害了 讲到这个 其实我觉得讲到宋啊 其实宋代是给这个 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 镇定城打下一个很深烙印的 我觉得一个时代 这个因为 刚才讲到这个文庙 文庙那个 县文庙是这个五代的建筑 当然五代实际上也是蛮靠后的了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镇定城的古建筑就是这个 宋代在这个唐代 刚才讲的龙兴寺的遗址 这种重新建立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寺院 就是这个现在也叫龙兴寺了 龙兴寺里面这个 比较完整 因为我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落很多年前读那个中国建筑史在学校的时候 想叶编国也有同样的这个体会 就那时候就对这个龙兴寺的这个规模 他有那个县策读什么 就有很深的印象 对对对 就觉得呀这个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而且当初这个 就要讲到这个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历史上曾经这个三次 到这个镇定进行这个考察测绘 那么龙兴寺也给这个梁思成 跟这个刘敦珍先生 有很大的这个印象 而且最amazing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梁思成跟刘敦珍先生 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时代 对这个龙兴寺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模拟店 都做了自己对于这个年代的这个推测 因为当时他只能按照这个 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记载了 他只是看着刑制啊 根据被刑的推测 最后在这个就是解放以后 对龙兴寺落架以后 发现了这个梁坊上有那个 宋代这个黄又四年 大家公元一零五几年吧 就落实了就是两位大师的这个对龙兴寺的这个观察 跟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我觉得也显示出这个他们的这个这个功力啊 这个也是相当的这个 哦讲到这个呢 我还在这个这是咱们的书了啊 龙兴寺除了啊 镇定城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五代建筑 还号称有半座唐代建筑那个页面 那你还能把龙兴寺讲完再讲啊 开元寺 我这跳跃性的思维 这不一定非常按照年代嘛 就因为你刚才那个文庙也 也其实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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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多的 对那就咱们接着讲龙兴寺 龙兴寺规模很大 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是有点怀疑这个模拟店是不是主要的 哎挺逗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叫六 六什么店 就那个店 祖师店 祖师店 祖师店对 那个店的机制规模 我看比龙兴寺那个就是模拟店的规模还要大 但是很很遗憾 他塌掉了 所以那个呃 对于这个寺院布局也挺有意思 因为他那个宋代的 他前面是天山门也叫天王店 完了是祖师店 完了是完了是叫模拟店 对吧 模拟店后面有个借坛 反正借坛后面是那个两格对峙 一个是那个转轮噪 还有一个是呃 祠师阁 然后再过去后面是大碑阁 对吧 那现在大碑阁后面还弄了个店 那个忽略不计 那个是解放以后 把郑内城里另外一个什么 寺里的店给迁到后面来 其实真正的龙兴寺到了大碑阁 就就基本上为止了 这个格局呢 其实现在优客宫有点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最后就有一个大楼 你知道 所以有人认为这种也是宋代那时候建那个大佛阁的一种 一种传统 就是最后有一个大阁 那个阁而且还不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说三个楼这么并排的 中间还有还有飞桥连过去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飞桥连过去 然后这里面的住了一个同佛 那是可能宋代留下来最大的一尊同佛 是有二十二十一米高 牵手观音吧不是佛吧 是观音吧 说错了 大碑阁 牵手观音 大碑阁里面大碑阁当然牵手观音 完了那个 当然这里面这个大碑阁命运挺多传的 完了那个又塌又弄的 所以你看那个不同的那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老照片 就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版本来 他的那个房子是不一样的 最早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去拍的那个那个时候 那个除了大碑阁还有那个玉书楼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格 那三个房子还比较完整还有 然后等到那个营造学社的人去的时候 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那个旁边俩房子就塌完了 中间那已经也快不行了 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 后来那中间那房子也塌了 然后弄了一个特丑的一个像碉堡似的一个什么房子在那 然后后来又解放以后又怎么样 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又重修又怎么样 就这个在一百年里面变身变了无数次 你讲到那个古村讲的太简略了 不是你稍微详细 就最早是最早去摄影的应该是还是就是日本人是不是 应该是日本人 就过去观眼镇吧应该 对的 没记错的话 就是这个二几年可能 对 就知那佛教史记的一个里面 应该是一东中泰他们都去过昌帆大定什么的 都去过 一东中泰应该是去的最早一九零几年去的 一九零几年就去 就是他他有摄影吗 他也有摄影 他有摄影 他有摄影 有一个 这样子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网上有一个 这个耗石之图贴的帖子就比较了一下那个转轮葬的一个变化 就说最早的时候那个转轮葬 我不知道叶编你还有没有印象 那个转轮葬是full of decoration的 就是有很多的 对对对 我好像看到过那个照片 是是是是 对 现在是个空的 基本上就是个空架子 不仅现在 我们现在看到的 跟梁思成去看到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中间那是一九零几年 完了到一九一几年的时候去的时候呢 已经有些东西给人摆掉了 完了那个 反而还有些 到了那个 到了三十年代梁思成他们去的时候 就已经就说一空壳了 啥都也都 就是能比较清楚的看见里面的结构了 是吧 对所以我记得梁思成当时看了以后非常激动 他就是因为他看那个结构他很嗨 所以他就说 这个看这个结构像看那个交响乐一样 说这个就高兴的不行 因为他为什么很嗨呢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结构 就和他那个营造法式里画的那个图样 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外面那个版全部漏了 就当中那个怎么把它转起来的 那个像一个伞 伞一样的那些架子都在 所以他看的特别嗨 这是一个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转轮葬 我觉得就是转轮葬 其实是一个挺挺有意思的东西 而且这个还值得一说的是 就是龙心寺这个转轮葬 是可能应该是目前最大的一个 就是纯世最大的一个一个转轮葬 对吧 像这个 可能是那个飞天葬更大吧 是那个姜游的那个 那个还要大是吗 姜游 我怎么印象中 咱们转轮葬其实 那我觉得怎么保国 那个那个平五报国寺的那个 那是明代的 那是明代的 这两个是宋代的 宋代的 这个转轮葬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得稍微解释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就是转经轮 就是藏族的那个转经轮 对 他就是把那个经书插在上面 然后他在那个 有一个人会推着一个把手 就可以把这个给转动起来 对 就在结构上其实是 就说转一圈 是不是就意味着讲 就把这经都念了一遍 就积累一些这个 就什么功德或者资粮 就是说我转了 我当然就有 等于上相当于我做了一些功德 是传播 其实现在那个全国 全国有这个东西的 也不多 北京有一个 对吧 在那个知华寺 对 完了刚才讲那个 刚才那个曲家讲的 在那个四川 四川有两个 一个这个江游 有一个说是宋代的 还有一个就是平武报恩寺的 是这个明代的 完了还就这个 这个转轮葬的 这个在这个正定的 这个宋代 结构还是相当复杂的 这个这个这个转轮葬 对 但是这个呢 刘敦真先生说 那个东西呢 是这个后世修过 因为后来在那个 那个解放以后的 这个大修中的 在转轮葬里 发现有元代人的提计 跟那个清代人的提计 对 我相信他肯定是要经常修 因为他这个木结构的东西 他还要经常转 那很容易坏的 对吧 是 对 这个这转起来 这个这个曲家有 转转轮葬的经历 对 我是转的那个 那个平武报恩寺 那个可能是规模最大的 那个他在哪转过 他居然转过转轮葬 他的那个 对 对那我是转的那个 平武报恩寺的那个 明代的那个 大转轮葬 他规模很大 我觉得可能体量上 要比这个龙兴寺 这个转轮葬要大一倍 然后很高 那么大 对一开始我一个人 他听说还都没插上去呢 就是还是一个 就是空的 然后推的第一把 还得要靠一个人推一下 然后才能很费劲的 然后转了一圈 你是因为有特别的管道去参观 所以才可以让你赚吗 还是说谁都可以赚 其实是收费的 你只要捐了功德就可以赚 收费几何 收费多少钱 50万好像 还挺便宜的 50可以赚几圈呢 还是 就要赚一圈 因为他还挺大的 赚一圈还能走 赚一会儿 底下没放一个末盘 放点小米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以后收费都不能赚了 你知华寺不知道能不能赚 好像不能 我没看到有人赚过 因为这是文物 对呀 他肯定是有损耗的呀 你赚起来 所以我觉得50块钱是很值的 对 所以当时我是做一个代表 你们都没赚 我说那我来代表一下 所以讲到这个呢 我觉得也跟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来提醒 就有些地方 的确是 就说这些钱 有时候花一花 还是挺值得的 我印象还是深刻的什么的 那时候我们去那个 就是阴线木塔 阴线木塔那时候呢 就是说门票比方是20块钱 对吧 那进去以后呢 如果你要登塔呢 还要再花比方30块钱 或者多少钱 有些人呢 对这个还是值得的 不舍得花这钱 这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你现在就花1000块钱 他也不让你上去 那个独乐寺也是 就是你要登革的话 也要花另外要花钱 但是也还是很值得的 对 有时候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爆纱 四面都有 爆纱 对出爆纱 完了 叫龟头屋吧 咱们宋代就叫它 龟头屋吧 对 完了四处爆纱 对四处爆纱 完了那个 因为这种结构的东西 因为他们看这种宋画啊什么 有很多古人的画 这大家现在只知道清明上额图啊 除了清明上额图 宋代有很多的这个画 不管是戒画还是什么上面 都画有当时这个亭台楼阁的这个形状 就组合非常的复杂 也很精强 但这种建筑呢 一可能是一种艺术家的想象 还有一个呢 可能就是说这种建筑就没有存留到今天 那么这个龙兴寺的这个模拟店 被这个杨思诚跟刘登发现以后 他们觉得呀 这个就跟这个这个宋画上的很像嘛 就是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而且绝无仅有在现在为止来说 宋代建筑到现在为止 只有这一个时间 对 对其实大杯阁如果没毁掉 他们他们至少他们看到 他毁掉之前的那个状况 那也当年肯定也是非常壮观的 对吧 三座阁并排在一起 而且大杯阁里面那个 大杯阁里面还有这个壁宿 壁宿 那个已毁掉 很壮观 那个现在有些老照片拍的还挺好 那些壁宿还看着 还真是挺不错的 现在这个 虽然这个模拟店里面也有一些塑像 但是我觉得模拟店的塑像跟壁画 可能不一定能到的 明代的吧 是吧 好像说是那个有三尊 就是祖尊是宋代的 好像我记得 然后说后面那个后面有一个那个海岛观音是是是是明代的嘛 对吧 明明成化 壁画也是明代的 对 对 是 不过模拟店还有一个可以值得说一说的 就是模拟店他抖拱出了一个斜拱 这个呢在宋购里当时 以当时的知识 以1930年代的知识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挺稀罕的事情 你稍微那个 徐家你稍微解释一下 普及性的语言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这件事情 斜拱 斜拱其实还是挺特殊的一种一种斗拱的形式 正常的斗拱 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是在这个垂直于这个 这个柱子的这一面 把它向外出跳 然后斜拱它就是在除了正常向外出跳以外 它在多了两个45度 有的更复杂的 还有这个更复杂的 75度60度的都有 然后就像开花似的 像蒸上一朵绽放的鲜花一样的 这个斗拱这个跳出来 所以模拟店出斜拱 在这个宋购里 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1930年代嘛 对宋购的这个建筑实力还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看到这斜拱 还挺稀奇的 但是有一段公案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 正好和大家也得解释一下 就是有一种说法 在80年代一个出版物上 有一个挺著名的一个古建专家 也是当时文物局 这个负责古建的一个领导 他当时就写了这么一段公案 他写的说 当时梁先生认为是送购 但是刘先生 刘敦珍先生 根据写购的这种形式 认为模拟店是金购 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公案 就认为好像梁刘两位先生 这个对模拟店的断代是有矛盾的 但是后来这位先生后面又写了 说是以后在落架以后 发现这个梁府上都有莫书提记 是黄幼多少多少年 然后确定是梁先生对了 但是这个我们很多好朋友 一些有心人也做了一些研究 发现这位先生讲的这个 这个杨梁扁刘的可能这个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查遍刘先生对这个模拟店的这个文献 或者他的这个作品 没有这种说法 刘先生当时就也写得很明确 应该还是送购 所以我就 因为这个谬误因为已经流传的很广了 所以我想就是趁这个机会 还是应该再clarify一下 向大家澄清一下 就并不存在一个梁流两位先生 对这个断代有不同看法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的 应该是他们的判断都应该是一致的 对都是送贷 但是模拟店我觉得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issue就是 那为什么叫模拟店呢 我想问问两位啊 想问问叶篇 这个模拟店名字 模拟还是 不不跟那个没关系吧 就是不是跟模拟教没关系吧 模拟 还是佛教的一个术语嘛 就是模拟宝珠嘛 就是就是在这个佛教里面有这样 就是算是七宝之一吧 就是就是佛教的一个一种珠宝 那模拟宝珠其实 它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形状有关系啊 yeah probably 这个模拟宝珠这个money 这个jewel 这个也好像可能也受到了西亚的一些 宗教的艺术的影响 对啊 所以可能都是correlated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模拟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因为在中国其他佛寺里面好像没有这样名字的店 摩尼店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名字啊 因为因为我觉得宋代的时候 因为还我我个人认为就还延续了很多五代或者唐代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 对吧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闭关实际上我觉得匕首是到了元代以后明代才开始慢慢慢慢闭塞起来 这个包括这个你看这个开封的犹太人什么不都是宋代那时候跑到这个中国来了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question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为什么叫模拟店的这个问题啊 我也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答案 不那个就是说模拟 如果如果你确定他是确实是这个词本身就来自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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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或者说这个拜火教 那当然就很有意思了 但是是不是他也可能 因为我我的印象中模拟在在佛教的文献里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词汇 他也如果他是来自于范范文呢 范文你有可能 对这个这个因为其实其实也不能凡是佛教很多东西跟这个西亚呀 跟那边有一些这个早期可能就有一些勾连在一起 嗯对对这个这个咱们确实不知道了 这不能瞎说反正 对这这不能瞎说 对这这的确是 就是我就说有好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好多人到了这个龙兴寺也会问 哎为什么这叫模拟店的确这个这个也不是能给一个很好的 哎呀但是我觉得佛教的发展和西亚是是是是摘不清楚的 因为很多我我最近看一个这个著作就讲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 这个兴起啊也和西亚好多这个宗教上的这些元素有关系 以后他又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个印度本土 所以这里头的关系特别复杂 在佛教的教义上呀在这个艺术的表达形式上呀图像上呀 都是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也也很好理解因为其实好多东西都是没有这个孤立的存在的都是要跟别的东西跟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发生很多这个勾联 所以互相之间的影响也是很正常 就跟中国包括战国时期 好多草原文化 对咱们中原文化的影响 不也在考古发掘中有很多的力争 我们就讲到摩尼殿 是龙兴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大殿 其实前面那个山门 山门企业挺老的 但山门这个玩意儿 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被改坏了 大家最有意思 就看山门上面那个斗篝 梁思生的时候觉得就特别不可思议 就弄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后来的人 做工匠对前人的做法不甚了了 所以在重修重建的时候 就容易给瞎改 那就属于改的很不成功的一个范围 对这个山门 其实龙兴寺的山门 其实又叫天王殿 我最近才看到以前没有注意啊 也是我们圈子里有一位朋友翻一本 就是最近出版的一本 叫营造法师词解 是陈明达先生的一本一作 然后天大有几位老师 把他重新又这个注解了一遍 然后他有一个图样 就是讲到龙兴寺天王殿的量价 的细节嘛 然后他给他断代 就断他是五代到宋 然后又是清 怎么会能断到五代 当然因为这个书比较简单 他没有讲这个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我估计以后可能天大有老师会 会发表他们的这个研究新成果 为什么龙兴寺的山门 他的量价可以最早断到五代 我觉得这个可以补充一下 我突然想到这个摩尼 其实就是刚才你们也提到 就是这个money嘛 那其实那这个六字真言里面 这个money就是这个money 那如果这样说 其实这个money可真的是影响波 就是波及甚广啊 马尼堆什么的 这都是这个词嘛 对吧 对啊 马尼摩尼是一种事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那个宝珠 或者珠宝的意思嘛 那那但是但是确实我也不确定 他是不是跟真的跟就是 跟那个在还能追溯到更早 和怎么样 反正挺有意思的 我就觉得这挺挺挺好 挺好玩的一个事情 对嗯 而且而且你刚才就讲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字 跟这个别的国家文字 不一样地方 就咱们是字符的文字 其实比方你你把那个 摩尼马尼怎么放在一起 中国人就不会觉得 这互相只有什么联系 但是如果是变成拼英文字的话 大家就会从里面找出 这个互相的这个词根 或者词源 或者互相之间的缘性 会会会云根 朔根追缘的 可以在中文 因为都变成汉字以后 这摩尼俩字 跟那个马尼 大家就不一定会有这种联系 因为我讲到这个龙心寺 就是说那个刚才讲的天王殿 对吧 天王殿完了 那个后面是那个摩尼店 完了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这个关于那个大碑格的一些 一些情况 你们这个佛像 这个不是佛像 那个观音像 但是宋代的一个铜像 宋代铜像 他其实有一点就是 那个叶边边注意没有 他其实里面那些 那个手牵手 那个手是好像 是末手你知道的 对 是我 好像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还注意到这点了 对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被毁掉了 又补的吗 还是 他也有可能 就是他住的时候 他只住了个身体 因为你想那个手 支支叉叉的 他这个怎么住 住了以后 比如说安装上去的 安装了 你如果接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的悬臂 对啊 那如果铜的话 你那个手做个大的悬臂 他那时候的工艺 可能不一定能做得了 所以他那个手 我觉得用木头 可能原来可能就是木头 哦 就是说你意思说 他结构上 他实现不了 如果是铜的话 太重了 对 因为我觉得 因为 对太重 因为他那个很 一个手伸出来 那手都 因为他那个 他就等于是个大悬臂 那你这个 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做得很粗 他这样伸出来 就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悬条的这个功能 我估计那时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那个手啊 什么可能都还是这个 就是当时就是用木头的手 完了那个 因为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你看那个 就是那个老照片里面 他那个就是那个 像刘敦敦他们 那个营造学员的老照片 他那个就是那个 大的那个观音 他等于就是一个立像 他并没有手 那个是 那时候没有 那个老照片的那个手 就是我说的老照片 但是营造学员老照片 那个手就看不见 但在找那个日本人 那个时候 就那个房子还都在的时候 反正是有的 反正这个 反正就大佛格是经过了 历次的这个变迁 而且我觉得这个佛格 这个现象 我不知道那个叶边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 就是说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 中原的这个佛寺里面 就有这个佛格的 好像也不是很多 挺多的吧 有佛格的 除了北京以外 北京那个大 北京的那个雍和宫 那也是三个 对吧 三个并列的 除了这以外 你还能想出 观音阁 独乐寺 但不是 我说三个 三个建筑 那这不是阁的问题了 这是这种 就是连排的建筑 就这种 对 那好 那确实 那很少见好像 对 我不是专家了 那你们你们俩 你们俩没有 没有看到过 我我好没印象 都没看见过 但这个佛寺后面最后是个长津格 最后是什么格 那是 是是是是 比方向我们讲的 对那时候 多了 但我就说有这个三个这样的格 我除了拥和拥和宫以外 我就没想到还有别的 嗯 对拥和宫确实拥拥 拥弥和宫是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确实 对对 完了那个讲到这个就是两架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再回到就讲这个开源寺的 我想我们从龙行寺比方我们出来以后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次天津寺 天津寺跟龙行寺基本就挨得很近对吧 现在天津寺基本只有塔了吗 只有那个灵霄塔 他们玩了有的人也说天津寺叫木塔 其实他不一定我觉得很精确啊 叫木塔它可能有一部分木结构 但是它这个塔 它跟咱们讲的硬线木塔 那个还不是一回事 那它还主要是砖石类的一个塔 我觉得它有些木头拱在里面倒是真的 你说天宁寺的那个塔吗 那主要还是砖石结构吧 对对对 因为你还在写天宁寺木塔 但是是这样 它这个木结构在天宁寺塔的这个结构中 还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确实有结构上的作用是吧 对对大家记不记得就它那个塔的顶 它有点像早期塔这个形式 也是一个土星 然后土星上头 然后再撑一根永定柱 像个中心柱似的 然后把这个塔的这个塔 塔顶给它调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走到这顶上 你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么个情况 对 所以它的塔实际上就是 它顶上有一些这个 有一个有一个木结构 但它不完全是一个木塔 一个一个什么 而且它是一个 但是也挺有意思 它是个八角的对吧 完了那个大概有几层 十一层 哦不记得了 对对天宁寺 因为那个 但我觉得就看点比较多的 还是就是那开元寺 开元寺呢除了它也有一个塔 不它的塔肯定是唐代的吧 塔肯定是唐代的 它那个塔是 对对对塔 是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有半座唐垢 指的是木结构是吧 对 是指那个钟楼 对钟楼是 所以这讲的太元寺挺多 我就没搞 我现在我也不是能可以 被搞清楚 太元寺的一个规模 到底是个什么样 对 它其实都被捕了 它那个塔吧 也不在个钟楼线上 对对对对 它现在的这个布局 你就不太看得出来 有什么那个 因为主要的电 主要的电堂都没有了已经 就剩下了钟楼和那个塔 完了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钟楼 我不知道那个夜边你是哪年去的 09还是08 就去挺晚的 那我B天去 我04天去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看到 钟楼的原貌了 已经被改过了 实际上它怎么意思呢 它那个钟楼啊 当时这个刘敦珍跟梁思琴先生去的时候 他的钟楼呢 看起来外面外观应该挺古怪的 他等于是半截 就下面半截吧 从里面看吧 嗯有点像就是就做法吧 都很老 嗯都是 所以所以那个梁先生一看就认为 就有唐代的这个做法 但他上面半截呢 全都可以改掉 就是上层 上半截全都是啊 全都是清代啊 什么那时候弄过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这个呢 也是后来被坐实了 怎么被坐实了呢 是就是呃 因为梁先生跟刘先生 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完全是凭自己的这个 古建筑的理解啊 也没有什么考古学的一些证据 那么后来到了那个 这个重修这个钟楼的时候呢 在那个他那个盐墙 盐墙里面的那个柱子上面的柱顶石 柱顶石上发现了这个大中十年的提记 大家知道这个这个佛光寺是明确是大中十年 大中十一年 对 完了那个呢是大中十年 就是比佛光寺还长了一年 但它那是个柱顶石上的一个提记 就是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联想 一个就是这个柱顶石是不是后修的时候 从别的地方挪上去的 因为这也有可能 因为中国的这个建筑材料的时候 都可以再重新利用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认为这个建筑呢 它肯定不会 不会说跳出太多就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这么认为 而且从这个互相佐证嘛 除了这柱顶石的名文 对吧 再看这个它的量价结构 反正大家认为呢 这下面这部分呢 还是应该是一个唐代的一个建筑一构 那么当初梁思成呢也曾经想 说这个房子如果把它都恢复成一个唐代 那会是什么样 他那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 就后来呢 后来他们做这个东西呢 就做的有点像这个佛光寺的复原似的 就把它整个给它 把上面全都拆掉 就按照唐代的样子给复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就一个一半真一半 一半是复建的 就是他们把清代代给拆掉了是吧 对对对 就跟佛光寺就跟南禅寺一样 南禅寺也是外观实际上 完全像一个清代的房子 后来七十年代的时候重修 或者是落架以后 把它按照唐代的样子一键到位 全都复原成唐代的样子 就是这个这个开元寺中楼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所以反正这个 那不那下面的半下面的半 那个下面的一层是已经可以确认是唐代的是吗 还是说其实也没有 呃就是一个呢 凭他的做法了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那个筑顶石等于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间接的一个一个证据 还在引了一些这个限制上的记载 说说因为那个史就是地方制的记载呢 说在唐前前缘还什么时候重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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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就是跟那个筑顶石能能印证上 就是好像因为那个大中后半是前前缘什么的 就是说可能重修的时候把那个筑顶石就给就 就从可能从别的地方要么就给安上去了 或怎么样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正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 那你想这个唐代的这个建筑 除了像佛光寺跟南禅寺 是是等于没有任何疑问的这个确凿的以外 其他两座唐共 现在有的人已经把那个天台安这座唐共里面 已经拿到这个对吧 因为他这个那个五龙庙我觉得 我从看到五龙庙开始 我对五龙庙就有疑问在里 看到他就就心生不喜 就不觉得他像是个唐代的一个建筑 所以这的确是个难题 这个不是很容易能够把它确定 就跟出土文物一样 你挖了一个墨 比如你现在挖了一个什么什么海昆红墨 里面有什么墨质有什么那没问题 你万一挖一个墨没有墨质 没有什么 那就永远就是一个猜想 就永远不能做事 它是什么时代的 对对 这个开元寺的这座唐塔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唐塔呢 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故事 但是以我现在来看 就说好像大家提到这个东西提的不是很多 如果真的是唐塔 又有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应该说是可书 对啊我也有这种疑问 所以我才问到这个问题 对 因为很少提这个塔 所以说不知道里面 因为 对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都太太新了 不知道 不知道以前这个唐塔是什么样 因为 但是我翻了那个就是那个 支那佛教史记里面 讲开元寺好像 没有太注意到那个唐塔 大家都把那个广惠寺那花塔 作为一个这个 好像正丁城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塔 还有就是灵济寺的那个塔 灵济寺那个秘延塔 这是一个 对 那个塔是经代的 对 那个塔是经代的一个秘延塔 完了那个花塔 因为花塔后来 现在看到的花塔也是互修的 等于一开始给 基本上把下面的那些都包得干干净净 就剩了一个 光丽溜的一个东西 现在把那个 把下面的那些东西给修上 但是我觉得修的也不好 看着那个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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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一照 这也不是一照 因为他这种反而就是 看起来不够 不够 不够那个 好像原汁原味的意思 嗯 对 讲到那塔我好像有一个印象 那塔好像是后修的 这个时代看起来也有点奇怪 反正 是吧 对 就是那个塔 就是重新重新建起来的是吧 就是复建起来 对 对对对 有可能是明代都微微可耻 哦 因为所以说 这里面就就说到一个 就文物修复 到底是怎么样修复的问题 这个一直是很困扰大家的一个 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这个镇定也在要学这个 其他地方重建古城 嗯 我不知道那个叶编一位关注这个 镇定这个有有几个大的举动啊 一个就是说那个镇定要重建那个 那个杨和楼 嗯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杨和楼 杨和楼很有名 因为杨和楼这个因为在那个 刘敦珍梁思思他们 测绘的一个照片里面 那杨和楼 说叫他叫小天安门什么的 但他们那时候叫小天安门 是一个是一个就是一个 规斜的称呼 但现在我觉得地方政府 对这个小天安门肯定特别敏感 这个有很多政治 我看那个网上那个网上还有人说 因为的确把杨和楼的那个机制 已经考古发掘出来了 就是他那个就是 因为杨和楼实际上是 应该是不应该赖在本朝啊 这个在本朝建立以前 这个杨和楼就在40年代好像就已经 什么原因不知道就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那个机制呢 基本上还在 那现在呢等于要修复他呢 等于做了个考古发掘 把机制基本上都给figure out出来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是一个挺逗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其实是个过街楼 但是他是双门洞 就是两个门洞在下面 一左一右那样的 那上面是一个元代的一个建筑 对吧 那下面是个元代的一个五间七山的一个 一个楼 一个一个阁等于是 就是杨和楼吧 他们等于要复建 还有我看网上接出来 有人说这个领导说我们要复建 复建以后我们在里面要加电梯 加这个现代化的设施 完了那个怎么怎么样 完了说这个以后也能升移 什么什么的 这个地方领导的这个雄心壮志 我不知道这个以前的前领导是不是 是不是同意 但是这个我觉得最近的 现在这个风气 那个经上的风气吹下来以后 可能他们就会谨慎一点了吧 因为现在对这个文物保护这件事情不是提了很多了吗 对啊 我觉得最主要是 不最主要是敬畏这个词 对对对对 是一个不敬畏不行 这一天到晚就 其实到处都打着这个什么尊重历史 保护历史的谎的进行 你看那郑定城里面很很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梁思成他们去郑定的时候 看见郑定的民居很有特点 还我记得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那个房子都每个 你家人家门口都有很高的门楼啊 什么这样的 所以这种传统民居现在 镇定古城里面一间都找不到 全都被那个 已经被改造的 offshore 西班牙 还有就是这样的那个南大街 就靠近镇定南门那条坊骨一条街 那拓宽了 那是很遗憾 全国那都是一样的 就一点特色都没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有 这种所谓坊骨实际上还不如就是这个不坊骨来的 这个很悲哀的 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它有一个 他现在你看起来 他很难受 这也就是难受而已 但是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 就是说你可能过一段时间 你比如过个二三十年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 那就是一条古街 就会有这种 就会有这种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开玩笑 你知道我有一个 新鲜的体验是什么 就是现在他们 很多人去那个洛阳 洛阳不是那个老城里面 说有一条这个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桥楼 一条老街 有古楼的 就古楼那 他们都说那都是老房子 明清古建 什么还那个 说前两天要 有人要拆 然后他们还在那个闹事 就是各种文物爱好者 就呼吁要保护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就非常惊诧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 我知道业维尼小时候 在我小时候上学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 明清古建 那就是一些那个破烂房子 而且是很近 才修起来很烂的房子 然后在大概在 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把它贴了一个 就是古建筑的面 就是房谷的一条街 那个时候 就是崭新的房谷一条街 当然就看起来很可笑 但是时间一长 又过了十几年之后 大家就认为 那是一条古街了 然后还要呼吁保护 现在还 真的是发生了 现在有一点可以看 看它是不是 现在用钢筋混凝土了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现在正定那些 房谷一条街 完全都用钢筋混凝土的 这个东西在哪里建 而且尺度什么 完全都不对 这个中国的大街 一般来说 像这个正定城 就原来是府城 后来是县城 那不可能有这么宽的街 或者怎么样 反正这个是 就也是一说了 还有就是正定 现在学大同 在这个给这个正定古城包钻 当然这个 当然没有耿市长的魄力大了 包了好多年 包到现在为止 也没包出个所以然 这个但是我最近看 他最近的照片是把南门那边弄了个稀里花了 因为南门正定是算是最古老的一个 而且南门也是保存的最好的那个城门楼啊 没有门楼就那个城门啊 门楼是烧了两次了 门楼也烧了两次了 完了那个 我看我看最近照片就是他把那个 他考古发觉把那个门楼前部的那个 就瓮成的那个基纸啊 什么都给挖出来了 完了准备完了把它再去起来 完了再包好砖完了再怎么样弄 但有时候弄完以后吧 就是就反正 哎呀随机到了 这东西弄出来 你们这个难道不觉得 这些特别普遍的现象吗 这个到处都是这样吧 是啊是一个是普遍现象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 所以说怎么修旧如旧 怎么样 的确是一个问题 人家根本就没想 有些东西被拆掉了 人家根本就没想修旧如旧啊 你这个 对啊 而且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那个古村你想啊 你04年去的时候 那南门 那个时候是什么环境啊 那还是就是像 这个枯藤老树 这个什么 什么枯鸭这种感觉 就是还是很荒凉的那种感觉 现在那边全是高楼大厦 你再修起来又怎么样 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 大的环境 其实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其实 真的还有一些小的 可能好的变化 你比如说 我前两天那个 就看到一个新闻吧 不是前两天 去年好像是 就是说龙兴寺里面 他开了一个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应该也没去过 就是新开了一个 梁思成的那个纪念馆 就在龙兴寺里面 啊纪念馆 对对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是吧 他做了一些 放了一些展览 然后有各种老照片 那那个那个我们去大同也看了 大同还专门给梁思成造了个纪念馆 树了铜像 这个梁思成灵魂音的铜像 树在那个大同的这个东门外的一个广场上 有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四合院里面 有那个什么啊 当然了这种保护意识是是是比以前就大拆大剑的时候 应该我觉得强 起码现在没人 但是公然拆古剑 剑这个甲骨董的还是层出不穷 这个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上说的这个敬畏之心 我觉得应该有 这个对先 先人的东西没有个敬畏之心 这个我觉得你再怎么样保护都是一个 都是都是让人觉得很透着一些很假的 现在当然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咱们这个北京中洲线的保护到底怎么样 这也是好像经上很关注的一个事情 准备要深移了 我觉得只要那个经上的关注总应该会是好事吧 对啊我们因为我经上在这个这个 这个政定当县本书记应该是80年代吧 对对对对 对对 因为挺逗的 因为咱们最我最早知道政定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政定那时候 弄了一个大官员弄了一个什么 容国府 是是是是 拍《红楼梦》的那个 凝容街 但是我去政定了好几次 我常常被去哪看 对我也坚持不要去 政定反正我觉得就走走 就我印象还是呢 他政定好像一个西门 好像还是个古城门 还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还挺有 就是还是那个样子 就是南门现在大菜大剑了 西门好像我不知道是老正正经的西门 反正这个西边有个城门 还有一个城门洞把大家进进出出的 我觉得那就挺有意思 嗯嗯 政定古城从老照片看是非常雄伟的 嗯 他周长有二十二十四华里 就是规模很大 其实 那现在呢 基本那个夯土呢 还基本上有一圈 基本上可以差不多 除了那个东门 东门那边呢 是说是在什么国防什么东西 反正有什么国防东西 反正那个高速公路就离东门不远了 那个东门 北门也没有了西门刚才我说还在 反正就基本上土圈呢 土圈呢 一圈都还在 所以现在他们呢 想学大同 把它给 把那个墙给包上 包上呢 砖包上当然对这个 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因为其实在明代以前 中国的这个城 比方什么汉代 什么大唐长安城 大唐长安城就是夯土的 除了在这个城门这个地方 有砖以外 其他 他其实都是夯土墙 是明代以后都包上了砖 所以 所以现在就不包砖 因为他不太能保护 我们一下雨 然后那土就都都丢掉了 所以包 所以包砖倒是一个 但就是说 但是当初拆的时候 拆那么干净 真是很可惜 因为老照片那么镇定 那个城墙是非常坚固 非常高大的 这个 这个是真是 那你说当年那个 没有包砖以前的 这种夯土城墙 他才遇到下雨 他这样这种损耗 他怎么办 他重新再继续不断的补吗 一个他 一个他比较厚 本来就厚 就是说他不会 就是说一下雨以后 就全塌完了 他塌了一点以后 完了他雨停了以后 反正他就接着把它给补上 所以他 他主要是靠厚 我不知道那夜边 有没有去过那个卓州 卓州也还有些城墙留下来 因为你这么看那城墙 就比较你在地上看 那城墙不太高 他那个宽度比高度要大 就说他比较可能9米高 但你上去看可能有15米宽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很厉害在这 卓州现在还剩了一部分土城墙 也是这样的 上去看特别宽 上面很宽 所以好多有些人就在里面掏窑洞 就当房子住 然后就这样 其实他就对是这样的 反正我觉得镇定的城墙实际上也是华北地区还算是 华北倒是还有几个城墙可以看看 那是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来聊聊那个城墙的事 我还做了一些这个 不是与这些上存的古城墙相比 我觉得特别糟心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碰到一个还挺完整的古城墙 然后等你登上城墙往城里一看 然后就你就你的心情就一下就败坏掉了 因为城里面什么可看的也没有 就是破烂房子 就完全看不到任何古城的风貌 对吧 对啊 那这个比比皆是 现在除了你上平遥城墙看看还行 你上西安城墙看看也是这样 你上南京城墙看看也是这样 对吧 哎呀 但是就遗憾的 遗憾的就是最近我们不是看 那个圈里有几个朋友去大同玩吗 拍的那照片 说是说设置主可以进进住了 就是因为他大同现在搞了一个一半嘛 就城里啊 城墙是围起来了 但是里面 拆迁的没拆迁的 都现在都都混在一块 然后就看得像一个五六十年代那种感觉似的 就是那种特混乱的那种状况 说到大同 其实你们看过那个有一个导演拍的这个就拍耿 耿市长 拍他的拍他的是叫耿彦波吧 是吧 有一部他的纪录片 我前两天看 我看了以后还真的心情蛮复杂的 就是一个就是很让人感动的 就是从你要从从我党的官员的角度来看 他真是一个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一个一个同志 其实所以我就说我们我们哪哪哪哪次专门要 我就要做一期大同来聊聊这大同的这个 这个很很很很很值得聊 而且很很能发人深思 对对那个那个纪录片还真的是挺推荐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挺挺有意思 嗯 行我们先预约了以后 我们过过一段时间讲一下 可以可以聊聊大同 那么这一期的毕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逢周四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泛永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毕下官.com可以找到与每期节目内容有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所记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专栏关注毕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您以各种形式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毕下官atipn.li 同时也欢迎收听IPn播客网络旗下其他的节目 一天世界 未知到 博物质 内核拱荒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high story 映影像 无次元和选美 我们下周见